而另外我們要帶你來直擊 在雲林台78線陡南交流道下面 發生了嚴重的車禍意外事故 有一輛白色自小客車 一次是沒有注意到前車的狀況 就這樣追撞了機車跟單車 造成了三車嚴重傷害 甚至這個單車男騎士 還被撞到爐內出血 外線車道白色自小客車 高速撞上腳踏車後 沒停下來繼續衝 繼續追撞前方一台雙載女機車 年月50歲的單車騎士 總衰昏迷 爐內出血傷勢嚴重 緊急送醫急救 白色自小客車前擋風玻璃破裂 車頂凹陷 單車輪胎嚴重變形 機車輪胎還卡在汽車車牌下 可見撞擊力道猛烈 這起車禍發生在十九號上午十一點多 臺七十八線陡南交流道下 往臺一線的方向 回到事發現場 血跡和煞車痕還清楚可見 警方調查三名駕駛都沒有酒駕情況 不排除白色自小客車 沒有注意到車前狀況 衝撞機車及單車騎士 而詳細的肇事原因 警方還在調查釐清 機車高於立方中城胡杰倫雲林報導 有關照片 無論如何